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10月30號星期一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轉 好 那上禮拜的台股 整個震盪是非常的劇烈 那我覺得說 以這個禮拜來講 轉折點會落在禮拜四 禮拜四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轉折點 就是有可能會出現說 比較大幅度的向上反轉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說在這個禮拜 算是滿重要的 這禮拜有包含像是 在最新的非農就業數據 那還有就是說聯準會的 會這個利率結果 在本週四 本週四會有最新的利率結果 那我覺得說 在這一次不升息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高 我說這一次基本上 不太可能會再升息了 大概是至少是 9.5成以上不會再升息 但是重點是在 這個利率會議過後 聯準會的談話 這會非常重要 那預計說這一次的談話 就是鮑爾的言論 預計會非常的鴿派 預計會非常的鴿派 那如果說真的非常偏向鴿派出來的話 本週的轉折點就會落在星期四 因為是星期四的凌晨談話 那等於是說星期四一開盤 它就會去反映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以這個模式來看的話 其實在本週一 二 三 會是一個滿好低階的時間點 等一下再慢慢來告訴大家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簡單看一下上禮拜的美股 因為說上禮拜的美股 賣壓還是比較重一點點 我覺得整體來講是 整體來講都還是 持續在往下探 那我覺得說 以目前來看 它乖離已經滿 明顯滿 偏的滿大的 包含說道琼 因為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如果說以美股來講 美股比較大的指 比較重要的指標 反而是要去看200日的移動平均線 給大家看一下200MA 因為以台灣我們 本身在用的指標來看 可能說比較重要是120MA 半年限跟年限 但是如果說以美國來講 他們比較慣用的會是 200日的移動平均線 所以如果說要說 以整個美國四大指數來看的話 正式轉強會抓在 200日移動平均線 以道琼來看其實很明顯就是說 它的乖離率已經偏得非常大 很快隨時會有一波比較強的反彈 那包含像是 費半也是 費半以目前來看其實 200日的移動平均線算是 還是微斧的往上 微斧的往上 所以在這個位置 也是有可能 在本週四 聯準會的利率會議結束過後 直接站上200日移動平均線 這是有可能 包含像是 S&P500也是一樣 因為乖離偏大 而且 200日移動平均線 還是持續向上翻揚 所以這有可能是 一口氣就往上向上突破 NASDAQ也是 剛剛跌破200日移動平均線 都有機會直接就站上去 所以其實 我覺得說在 上禮拜整體的盤是比較不好沒有錯 但是這就會是一個 非常好低階的時間點 因為我們上週還跟大家講 其實你去看很多的股票 它單純只是因為 美國公債殖利率太強 而受到被動式的調整 跟本身的基本面 產業面真的沒有關係 很多股票那種 明年的獲利沒有受到影響 真實本益比已經掉到了10倍跟11倍 這種股票說真的 它想不漲都很難 我們講的極端一點 這樣子的股票 就算不漲好了 它還能跌去哪裡 它真的也跌不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其實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下去做低階 而且在上禮拜五 有一件事也可以證明說 市場上對於數字強的股票 它還是會買單 上禮拜五的Intel 上禮拜五的Intel 一度是大漲了12% 收盤還是有大漲大約是9點多%左右 將近10% 那你說Intel大漲了將近10% 有什麼特別厲害的 其實我之所以會特別拿Intel出來講 就是因為說Intel大漲10% 這非常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我們上週才跟大家講 大家會擔心說 中美禁令它會不會影響到 很多股票的基本面 明年的一個展望 但就像我講的 中美禁令這個東西 它就是雷聲大 雨點小 而且就算有影響 影響層面絕對也不大 你去想嘛 輝達啦 AMD或是Intel 它有可能說明年 它是要大賺的公司 賺大錢的公司 結果因為 美中禁令的影響 從賺大錢變成沒賺錢 從大賺或是變小賺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怎麼可能說 一間要賺大錢的公司 因為中美禁令的影響 從要賺大錢變成沒賺錢 不可能 就算說真的 這個禁令真的很嚴重好了 難道輝達 難道AMD 難道Intel 不會去找其他的客戶嗎 是吧 難道就算真的說掉了中國 真的找不回來 難道他們不會去找 其他歐美地區的客戶 不可能啊 好 上禮拜五的Intel 馬上就證明了這件事 上禮拜五的Intel 它公佈第三季的財報 也不是說 非常誇張非常爆炸的好 就是優於預期 就是優於預期而已喔 沒有說那種很誇張的數字 優於預期 大漲10% 單日大漲了10% 這是非常強的漲勢喔 好 那你去看 假如說中美禁令 真的對於這些大型客戟股 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Intel怎麼可能會大漲10% 因為Intel是這一次中美禁令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你說中美禁令 它真的能夠說 好對這些大型科技股出現說 很深遠很長遠的影響 Intel怎麼可能還會大漲 法人怎麼可能還會進場去買Intel 不可能嘛 因為說NVIDIA還有像是AMD 他們主要的客戶群 都是落在歐美地區 就是說佔比比較高是在歐美地區 真正在中國地區 全力要去發展AI 跟佔比比較高的 其實只有Intel 所以我們當時就跟大家講 如果說中美禁令這件事來看 受影響最大的會是Intel這間公司 因為他們佔比比較高是在中國大陸 那你去看 Intel不過就是公佈個第三季財報 不過就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大漲了10% 那你覺得中美禁令有影響嗎 所以這就是我上禮拜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觀念 就是說中美禁令其實 真的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如果說真的有影響 Intel在上禮拜五怎麼可能會大漲 是吧 所以上禮拜有Intel的大漲 就證明了我們的論點 沒有問題 我們在上禮拜一直跟大家講的 這個叫做台股三大送分題 有沒有 中美新的新的晶片禁令 輝打難道會笨到說 完全不去找新客戶 就給你禁嗎 怎麼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不用去擔心 再來 美債殖利率跟尾巴衝突 這我們上禮拜也講過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其實 以這個時間點來看 很多的股票其實它的基本面 產業都沒有受到影響 那受到這些外債因素的影響 而造成下跌 這不就是超額的買點嗎 這百分之百就是超額的買點 你說尾巴戰爭 美債殖利率大漲 這跟個股的產業 這跟個股的數字有什麼關係 真的是沒有關係 那唯一可能會影響到 個股明年數字 跟明年整體產業面的 只有中美的晶片禁令 那中美的晶片禁令 我也跟大家講了 這個東西 它只是法規上面的限制 它是去限制它的參數 難道它的參數不會改變嗎 就算參數沒辦法改變 難道不會去找新客戶嗎 一定會 所以我一直用 一直跟大家說 你去看 當時3661的四星 它掉了飛騰 前年嘛 前年四星掉了飛騰這件事 連續吃了五根跌停板 完全都沒有量 連續性的五根跌停板下來 還記得吧 當時投信還嚇得要死 一大堆部位出都出不掉 真的說出都出不掉 那結果最後怎麼辦 四星掉了這麼大的客戶沸騰 還不是也去找其他的歐美地區的公司 去補這部分的營收 是嗎 當時的四星從1000掉到400 400不到 連續五根跌停板 那最後找到歐美客戶之後 還不是從不到400 漲回到了1200元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這個東西 真的覺得是送分題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拉起手機上面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 所以在這個禮拜 比較大的轉折點 預計會落在禮拜四 預計會落在禮拜四 因為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在這次升息機率非常低 那又因為說美債的殖利率 最近真的太強 那強到說 我覺得鮑爾不太可能再釋出什麼鷹派的言論 因為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這個邏輯我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講 鮑爾的目的不過就是要降通膨 你說放出鷹派的言論 打壓股市 這些都叫做手段 這些是手段 他的目的不過就是要降通膨 那只要說美債殖利率往上升 有達到相同的目的 鮑爾就會停手 他沒必要讓美國出現什麼硬著陸 鮑爾最後的目的還是要軟著陸 所以因為說美債殖利率 給大家看一下 美債殖利率最近真的太強 這樣子的美債殖利率 那就像我們之前講的吧 美債殖利率這麼強 他的效果就有一點點像是 往上去升息這樣的效果是一樣 所以既然說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鮑爾就不會釋出什麼鷹派的言論 所以預計 我認為的機率蠻高的 就是說這禮拜是聯準會的會議 會議結果過後 鮑爾會釋出鴿派的言論 這個機率很高 而且可能會釋出很鴿派的言論 那只要說釋放出很鴿派的言論 股市一定大漲 這個鴿派言論出來 可能會讓美債殖利率下來 美債殖利率下來 股市就大漲 所以這禮拜四很重要 那其他的股票你去看 6290的兩尾 有沒有 一直跟大家強調 雖然說整個大盤台股 看起來是非常的震盪 震盪非常劇烈 但是其實只要數字夠強 市場一樣會去做買單 只要產業沒問題 股價早晚會去做反應 他一定會去做反應 有沒有 我們前一週一直告訴大家的 6290的兩尾 他是做AI的連接線 整體來講本益比真的非常低 一直到上禮拜四還在創高 上禮拜五相對都很強勢 你去看 2024預估要賺5到6塊錢 預估賺5到6塊錢 而且他的新品是AI相關的連接線 它的毛利率一定比較高 毛利率比較高 他的數字一定就會比較漂亮 營收不變的情況下 他的獲利就會變得比較好看 因為他的毛利率高 羽龍目前保守抓2024 5到6塊錢 如果說他的第三季的季報出來 由於我們的預期的話 5到6塊錢還會再上修 預計有機會上修到 7到8塊錢左右 你看喔 如果說兩尾他在2024 預估數字可以到7到8塊錢 現在股價多少 不到70塊 不到70塊 如果說2024 我們就先用目前的數字來看就好 2024預估賺5到6 預估賺5到6不到70塊錢的股價 他真實本益比大概是 11倍左右而已 11倍的股票你覺得他能跌去哪裡去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就算不漲好了 就算不漲他的股價還能跌去哪裡去 這種股票就是越跌越買 真實本益比掉到10倍跟11倍 到底還有什麼風險 這個風險跟報酬比 已經拉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除了說這類型的股票以外 還有很多像是 銅箔基板 散熱族群 伺服器 這些他的股價已經跌到非常的低 那風險跟報酬 真的都已經不成正比了 這個時間點進場 就是他的風險真的是非常小 所以把握機會 預計說本週的轉折點會落在星期四 在前三天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機會 進場去做佈局 不知道買什麼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NE的詢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的期貨是小跌了 大概是20多點左右 大約是27到28點 小幅震盪 所以預計說在本週1 2 3 成交量還是會比較縮 成交量會比較縮 那可能整體盤勢也會 就持續在震盪 那以個股表現為主 那真正最大的轉折點 就是禮拜四 就禮拜四 因為我覺得說 這一次大家是可以去期待 聯準會會放出 有可能是今年度最歌的言論 有可能 因為說美債殖利率這樣漲 他沒必要再去放什麼鷹派言論 大家一定要知道 鮑爾之所以會放鷹 這叫做手段 不是他的目的 他沒事不用去打壓什麼股市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可以當好人 誰要當壞人 是吧 可以當好人 包吾他沒事幹嘛當壞人 就是說 他之前之所以會一直去放 這麼鷹派的言論 就是因為要去壓通膨 就這麼簡單 那你說 美債殖利率的利率上漲 美債殖利率上漲 已經達到相同的目的 他就不需要再去放鷹派的言論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次 放出今年度最歌的言論 機率是非常大 大家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很多股票 在這幾天 他就是一個很好低階的時間點 因為大家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 現在市場上面的三大利空 我會把它稱為說三大送分題 因為中美經歷我們講過了 這個影響不大 那另外兩大 尾巴戰爭跟美債殖利率大漲 這兩件事 它其實剛剛好 會形成 互相牽制的效果 美債殖利率太強 那剛好尾巴戰爭的 必先買吧 去壓美債殖利率 所以其實這三點 對於各股的基本面 沒有太大的影響 拉回來 很多股票拉回來 都是去找買點 這些都是可以越跌越買 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看幾檔 今天比較需要去注意的股票 像是619年的兩尾 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兩尾的股價真的不貴 你說如果說第三季的季報出來 上修到 明年上修到7到8的話 它就7到8 不到70塊錢的股價 空間還很大 那包含像是2233的羽龍 有沒有 我們在上週一直告訴大家 它的數字不錯 而且又有一個滿有趣的題材 就是諾和諾德 諾和諾德的減肥藥 這個減肥藥賣得好 羽龍剛剛好就是最大的受惠者 因為說諾和諾德的減肥藥 它的注射的構建 唯一的供應商就是羽龍 所以只要說諾和諾德 他們的訂單量大 羽龍在明年的獲利也會跟著不錯 因為羽龍它主要的獲利是車用 自行車跟醫療 那在醫療這一塊幾乎80%到90%的佔比 都是來自於諾和諾德 所以你看上禮拜五 一度大漲了9% 一度大漲了9% 那要不是上禮拜五的盤是不好 早就鎖上去了 所以羽龍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6442的光盛也是 上禮拜也是 小幅度的震盪 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吧 6442的光盛 我們從前一週也是一直告訴大家 數字強 展望好 CPU跟細光子的題材 這個位置買進 這個位置在買進 往上拉 上禮拜五在創下的短線上的新高 91塊錢 那以光盛來講 其實它目前的本益比 大約是落在14到15倍左右 那因為說光盛它是 比較偏向未來的題材 細光子這一塊 所以以細光子題材來講 14到15倍真的不貴 這部分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拉回來又是一個新的機會 這裡買 這裡告訴大家 這裡這裡往上拉 那上禮拜五開高走低 這裡又是一個新的切入點 那再來包含像是 4979的華星光 這邊也可以看一下 4979的華星光 其實 橫盤整理一下 都還很有機會再往上拉 因為以華星光來講 華星光 它明年的數字 有機會可以到8塊錢 那如果說到8塊錢的話 150多塊錢的股價 真的是不貴 因為說如果它是一個細光子跟CPL的題材 那華星光又有切入800G 這個價位不貴 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2476的巨響也是 巨響因為說它原本是做大力光的銀圈馬達 那因為說大力光 大力光它其實最差最差的谷底 差不多就是現在了 要再更爛其實難度也很高 所以大力光的獲利已經觸底 往上翻揚 那2476的巨響 就會跟著往上提前去做反應 因為本來巨響它就是做大力光他們的銀圈馬達 所以有沒有上禮拜開始有買版進場 這部分就可以現在做留意 所以這算是說 短線上數字跟 數字比較強 題材比較夠的股票 就相對比較強勢 那還有另外一群就是跌得比較深的 跌得比較深的就包含像是 3231的偽創 2382的廣達 還有8210的情城 2421的見準這些 這些原本的一線AI股跌得很深 這些我們也都可以下去找買點 因為說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很多的正規的股票 好的公司 產業沒有受影響 數字也沒有受影響 真實本益比跌到了10倍 跌到了11倍 偽創 廣達 技嘉 光寶科 情城 見準這些都是 這些大家很熟悉的股票都是一模一樣 我就不相信這些股票不會漲 我跟你講廣達 偽創 技嘉這些 這些大家熟悉的一線的AI股 越跌越買 準沒錯 它的數字沒有變 數字沒有變 產業也沒有變 純粹受外在因素的影響 跌下來 真的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如果不知道要怎麼進場 或是說買哪些股票 歡迎直接打電話進來 打電話進來詢問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NE 也都可以直接詢問 小老鼠WE178 V178 直接拿起手機掃描就可以直接加入 然後手上任何的股票覺得說 不確定能不能加碼 怎麼去做買進 也都歡迎直接詢問 所以你看 821年的行程 是吧 情臭我們在上禮拜 大約是175到180上下進場抄底 上禮拜是一根漲停板 上禮拜五小浮震盪相對都還是強勢 明年預估要賺12到13 預估要賺12到13 這個衛生實本益比只有13倍 13倍還能跌去哪裡 就是說它的下跌空間 跟上漲空間已經完全不成正比 這種股票就是讓你去大買的 所以把握機會就是說 很多的股票 它的風險跟報酬比 已經落差得非常的大 就是讓你去大買的一個好時期 把握這幾天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訊息我們的LINE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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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